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张潇 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消息 在中国的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星期三 2月10日晚上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了话 白宫表示 拜登向习近平阐明了 美国对中国一些行为的根本性的关注 包括经济、香港、新疆和台湾等问题 拜登还与习近平讨论了 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中国合作的领域 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拜登希望与习近平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 拜登总统在通话期间 向中国人民祝贺农历新年 白宫的声明说 拜登总统重申了他保护美国人民安全 繁荣、健康与生活方式 并维持印太自由与开放的优先事项 拜登总统强调了对北京根本性的关注 白宫的声明还说 两位领导人就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病 以及全球卫生安全、气候变化和防止武器扩散的共同挑战交换了看法 拜登总统致力于在有利于推进美国人民及我们的盟友的利益时 寻求务实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接触 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 在美中两国领导人通话前举行的背景吹风会上表示 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已经与欧洲和亚洲的盟国与伙伴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 现在我们相信他处于优势地位 能够向习主席阐述美国对中国一些做法的诸多核心关切 也会讨论美国认为与中国合作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领域 这位高级官员表示 拜登就此前与习近平打过很多交道 很了解他 而这次通话将是两个人作为两国元首之间的首次接触 在拜登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的八年时间里 他与习近平有过多次一对一的接触 习近平以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问美国时 拜登接待了他 拜登曾经表示 他与习近平单独相处的时间超过了25个小时 比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都多 拜登1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后 已经与世界各地的盟国与伙伴的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通话 但此前一直没有与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中国的领导人通话 就在星期一的白宫记者会上 白宫发言人沙奇还被问到 为什么拜登总统已经与很多世界领导人通了话 但却还没有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沙奇提到拜登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通了话 他说中国当然是这些谈话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他还补充说拜登在与欧洲领导人通话期间也讨论了中国 因此我们的策略当然是与地区合作伙伴以及盟友国接触 首先进行这些通话和接触 而且还与国会山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磋商 沙奇还说 总统还没有跟每一位国际领导人打过电话 他还没有与他们所有人接触 而我肯定他今后几个星期里会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在拜登与习近平将要通话之前 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 拜登除了会表明他对中国的一些行为与政策的关切以外 也希望能与习近平建立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他也希望确保他们两人有机会建立一个开放的沟通渠道 并确保在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都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以便我们能够应对这些挑战 并且还要确保将有一些我们共同利益展开合作的领域 无论是核扩散 气候变化还是其他议题 这位官员说 他说拜登会本着这种精神与习近平通话 而且基于对他的很深的了解 采取务实的态度 并保持冷静和头脑清醒 在星期日播出的CBS采访中 拜登总统谈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说 没有理由不给他打电话 他对习近平做出了一些赞扬 但是警告说两国之间的关系会与川普领导时期有所不同 拜登谈起习近平时说 他很聪明 他很强悍 他没有我的意思不是批评 而是现实他的骨子里就没有民主 另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在通话前的吹风会上承认 拜登政府与中国的最初互动中非常谨慎 他说我们正试图表明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一位高级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拜登会向习近平直接提及新疆和香港问题 并向他表明这不仅事关美国的价值观 而且是事关普世价值 而且坦率地说 这事关中国自身在核心国际协议方面所承担的业务 这位官员说 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一个与川普政府非常不同的战略 但仍然指向激烈的战略竞争的方向 而且为了赢得这场竞争 美国需要从一个优势的地位去竞争 而这意味着美国需要重建美国的力量源泉 根据白宫监管议程 前川普政府计划禁止数万名H1B签证持有人配偶在美国工作禁令 可能已被拜登新政府撤销 估计约有10万名外国公民 其中多数是印度妇女受到此法规影响 计划最初是于川普上任第一年提出联邦法规 剥夺工作签证配偶工作权 其中许多受影响人士住在湾区 夫妻两人皆在硅谷科技公司工作 无党派移民政策研究所移民政策分析师皮尔斯表示 撤销禁令让数万名H1B工作者和其家人感到宽心 这些家庭已经在失去谋生能力的持续威胁下生活了四年 许多湾区持有H4签证者描述 他们这四年来的生活是如何走在钢索危险边缘 有些人更说他们若被禁止工作将会离开美国 H4签证持有人自2015年开始 只要持有人配偶按计划取得许可 有权利在任何领域工作 川普政府于2017年首次提出禁令 但一再延迟定案 H4签证工作权获得硅谷与美国企业强力支持 代表大部分湾区科技公司 包括苹果、Google、脸书、甲骨文与惠普等科技公司 以及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与外包厂商的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 支持H4签证者继续就业 川普政府目标其实是H1币计划大幅提高拒签比例 特别是针对人力外包公司 硅谷科技业者大量仰赖H1币 并推动增加年度8万5千个新签证的上限 理由是他们需要更多全球人才 但批评人士指出 外包公司与大型科技工业者滥用签证计划 以此取代美国劳工、降低工资并促动外包 霍华大学研究工作签证教授何瑞表示 拜登公开声明建议H4禁令无效 然而H4配偶工作权仍是联邦法庭长期讨论的主题 有被解雇劳工控诉 公司在训练H1币工作签证者取代他们的工作 也有人指出H4签证持有者不公平地与美国劳工竞争 因此不应该被允许工作 美国新冠添加确诊人数连续三天低于10万人 新冠住院病患更降至8万人以下 尽管疫情数据好转 但随着新冠变种病毒逐渐在美国扩散 专家担心疫情趋缓仅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而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时日发布最新研究指出 戴两个口罩更能有效地减缓病毒传播 两人若都戴两个口罩 颗粒物阻断率可达95%以上 CDC在最新实验中让两个戴口罩的仿针头彼此间隔6尺 查看一方可能吸入多少由对方喷出的新冠病毒大小的颗粒物 结果发现戴一个外科手术口罩或一个不口罩 能阻断40%的颗粒物 但若在额外戴上一个外科手术口罩阻断可达80% 若双方都戴两个口罩 则可阻隔超过95%的颗粒物 但CDC并未因此建议所有人都戴上两个口罩 目前仍在全力以赴争取让更多人戴上口罩 并正确戴口罩 CDC更新口罩指南指出 在不口罩之上再戴一个一次性外科手术口罩 可更贴合提供额外保护 若正确佩戴两个口罩能缩小 可能让病毒颗粒溜进去的口罩缝隙边缘 此外CDC也将下架去年发布的自制口罩指南页面 当时因口罩供应不足 CDC曾鼓励公众自制口罩防范病毒传播